其实要持续带来关心到 有没有可能越来越严重 我们先来看到 其实现在以色列军队似乎把目标 转向到黎巴嫩的真主党 今天一看世界就持续带来看到的 就是在加萨地区 尤其在拉法这个地方 持续在这几个月来说 都是这个以色列军队进攻的主要重点之一 像是以色列军队 现在已经占领到了拉法的东部 南部以及中部地区 但是现在针对毁灭哈马斯的野望 对以色列军队来说 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 而且对纳坦雅胡 也就是以色列总理的状况来说是这样子的 但是从路特社最近的资讯要告诉大家 现在以色列的军队正强行进入到拉法的西部 还有在北部地区 居民就说了 以色列军队似乎想要拿下整座城市 但是最激烈的时间点 恐怕已经过去了 因为根据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的说法 他是说 其实以色列跟哈马斯的基站将要告一段落 他并不是说要结束的意思 而是告一段落 尤其是在拉法地区这边的战况 反正他现在要重新分配他的战备支援 把另外的战士放在黎巴嫩 而且目标就是锁定真主党 他说了重点会转向北方的真主党 但是在过去的几天之内 还是在世界上尤其在媒体上出现了一些画面 让他觉得非常不堪 就是以色列军队呢 竟然把受伤的这个巴勒斯坦人绑在吉普车型的车头 当做一个人肉盾牌 联合国的专家也是这么说 这样的恶行再度曝光 势必呢也会让国际社会 对以色列军队有更差的观感 凌晨时分加萨北部的难民营 遭到以色列空袭 造成40人死亡 难民徒手在瓦力堆中挖掘 搜救生还者 以军还轰炸加萨附近 帮助联合国发放物资的学校 造成8人死亡 以军持续轰炸加萨 不过纳坦亚胡在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 以军与哈马斯在加萨的激烈战斗即将结束 纳坦亚胡还表示 准备与哈马斯达成部分协议来交换人质 但这不代表以哈战争将要落幕 而是要把乙军向北调动 转攻黎巴嫩边界的真主党 以色列军队周日表示 空袭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军事建筑 黎巴嫩则表示 以色列上黎巴嫩森林 投掷零蛋引发火灾 外界担心可能演变成全面开战 专家表示 若乙军跟真主党开战 将把黎巴嫩炸回石器时代 以色列也不再有安全的地方 估计会是两败俱伤 TVS新闻综合报导 如果真的要南北开战的话 当然对以色列来说 是一个非常沉重的压力 但是呢以色列的总理纳坦雅胡一向都是战役瞬间 而且他已经把他的这个休战的目标讲得非常清楚了 就是这个 他们的第一个目标 但是要救回俘虎之外 还有连根巴吉加萨的哈马斯政权 等于说意思呢 要让哈马斯在地表上完全消失 这就是以色列的总理纳坦雅胡 他非常重要 从整个9个月前战事发生到现在 他一再强调的重点 但是这样的目标是不是也非常的虚幻 很难以达成 甚至也引发了包括居民之间 还有军政之间的冲突呢 我们先来看到 其实纳坦雅胡现在压力真的非常大 不只要面对国内的压力 还要面临国外的 当然我们就说他最大的支持者就是美国了 因为美国总统拜登之前提出了一个停火方案 而且说其实以色列提出来 当然这个部分我们还要打上一个大问号 但是当中所谈到的停火呼唤人质 还有由巴勒斯坦人来成立自治政府 这两个方案两个提案呢 基本上以色列 尤其是纳坦雅胡都是否决的 都认为说这件事情无法实践 而且大家都在推测说 这以色列他们希望可以把整个加萨走廊 都吃下来 所以很多人在解读说 除了他想要侵占整个加萨走廊之外呢 也不可能撤军 而是长期的把军队留在这个区块 以保护以色列的国土安全 但是或许对抗外国 对抗美国来说 其实以色列当然呢 可能做的并不符合美国的意 但是就连国内 现在有很多的反叛势力 当中就是军政不合这件事越来越严重 尤其以色列军队的发言人认为说 纳坦雅胡也就是以色列总领 他想要完全把哈马斯连根拔除 这种野望是不可能达成的 他认为说摧毁哈马斯 让他们消失的想法是刻意地在蒙骗观众 甚至呢在上上星期的时候 战时的内阁也跟着解散了 当中有非常重要中间班的关键人物离开 恐怕未来的战时内阁 也会变得更加偏激 好不容易从避难处 回到加萨走廊北部的难民 就被死神捉走 即6月22日 以军空袭加萨市下提难民营 造成42人罹难后 6月23日继续轰炸加萨市 这次在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 总部东大门附近 炸死多名取水的妇孺 对马斯里而言 6月20日这通电话 仿佛是死神的手下 唯一的人子 他带着全家人躲过空袭后 只能暂时与其他25人 即在汉尤尼斯一栋 还没全倒的建筑物里 纳坦雅虎6月23日 公开承认 美军援助以色列的弹药 急剧下降 希望公开此事 能让问题尽快解决 但没以不同调 已在许多方面浮上台面 从停火协议 巴勒斯坦建国 到缓和中东冲突 纳坦雅虎都无视 美国提出的解方 6月23日 纳坦雅虎受访时 公开表示 战争很快 会进入下一个阶段 但纳坦雅虎受访时明说 不接受美国的 六周停火换球协议 坚持要把哈马斯连根拔除 这点是以色列军队高层都明言 不可能做到的事 纳坦雅虎的野心 还不止于此 这可不是美国 希望听到的答案 因为纳坦雅虎说 部队要调往以色列北部 迎战 黎巴嫩真主党 这跟美方强烈建议的 不要扩大中东战争 完全背道而驰 在纳坦雅虎的许多个 绝不接受背后 只剩下 侵占加萨走廊的意图 纳坦雅虎 我没有想要做 我没有想要 建议美国的巴勒斯坦 我没有想要 打扰这些 我们没有想要 纳坦雅虎各种坚持 毫不动摇 同时又向美国要弹药 这行径连以色列 国内民众都看不下去 台拉维夫的周末 上万人街头抗议 已成常态 冠名分歧 让纳坦雅虎的民调数字 创下新低 没有协议 以色列人质就回不了家 但美联社日前分析 纳坦雅虎不可能停战 因为随之而来的 必然是在大选中被推翻 而他只想继续掌权 为此而继续扩大战事 与黎巴嫩开战值得吗 急着与以色列开战的 还有夜门叛军青年运动 夜门青年运动组织声称 精准地用无人机攻击了 以色列海法港的两艘货轮 与两艘水泥运载船 但以军并未证实 青年运动组织同时也宣称 上周动用多枚飞弹 攻击在红海北部的美军 艾森豪尔号航空母舰 美国中央司令部已经否认 也强调在红海 击毁三艘 夜门武装无人小艇 对加萨难民来说 跟飞弹一样可怕的 还有孩子枕边的有毒生物 不知还能逃到哪里去 汉尤尼斯这家人 忍耐着大蜈蚣爬进帐篷 喝脏水挨饿的日子 只求活命 在比较接近以色列的 加萨北部贾巴利亚 废墟中仅剩的一些市场摊位 真的是百心酸的 几乎没有人能买得起 天价食物了 一公斤的糖要53美元 一颗鸡蛋也能喊价到2美元 多数人只能等着 慈善组织的义工来煮大锅饭 仅有的食物是 小麦稀饭和豆子汤 躲避战争痛苦生活 可能是加萨新一代孩子们 仅有的童年记忆 他们不是哈马斯 当然也不是发动 10月7日对以色列攻击的人 但他们都不会忘记以色列给予的各种残酷 TVBS新闻综合报导 战争是残酷的 而另外一个残酷的地方 则是在俄乌境内 尤其现在这个俄乌战场上 拉长时间的可能性是越来越高了 现在乌克兰收到了反攻力 我们先来看到是俄罗斯报的一个消息 俄罗斯媒体告诉大家说 乌克兰现在收到了美军的反攻力 要乌克兰不惜一切的代价来发动反攻 其实这当然是俄罗斯媒体的一个对外论书 目前在欧美的媒体当中 还没有看到一个这样的说法 但是呢 其实或许从美国的动作 你可以发现来推敲出这件事情的真实性 由于现在美国在开绿灯 针对乌克兰可以开放 使用他们的西方军援武器 来攻击俄罗斯的境内 所以也或许是这样子呢 俄罗斯现在加大了攻击力道 甚至呢祭出所谓的高爆航空弹 而且呢首度对乌克兰的国土 也是哈尔科夫来进行使用 这个高爆航空弹呢 FAB3000是重打三顿的滑翔炸弹 有人说他的威力哦 其实跟核武一样的破坏性大 爆炸的半径呢将近有900米 威力是非常惊人的 甚至呢我们要来看到的是像是他用来轰炸 哈尔科夫的乌克兰军队临时基地 当然这个威力非常大 而且呢从肉眼可见的看到的是 这个建筑物这个临时基地 都可以说是毁损的非常严重 包括是他是结合滑翔影 还有这个制导的模块 就可以打造出这样子的滑翔炸弹 第一个他可以在非常远的地方来进行射击 还有造成了广泛的破坏 甚至呢对一些重要的基础建设 还有这个战事的前线 都可以达到严重破坏的效果 所以或许也是为什么呢 这个乌克兰的军队 还有俄罗斯军队 现在整个战事是再度的往上提升 但是呢其实在这一次的攻击行动当中 也在哈尔科夫造成了三人死亡 52个人受伤 监视录影器拍到这名乌克兰妇 原本好端端的走在人行道上 没想到眼前突然炸出火光 玻璃碎片满天飞 但妇女命真大 竟然还能站起来赶紧逃命 这就是二军首度对乌克兰哈尔科夫 动用FAB-3000高爆航空弹的攻击瞬间画面 号称超级炸弹的FAB-3000爆炸威力之大 让攻击目标瞬间灰飞湮灭 这次俄军袭击的公寓大楼 被炸过后几乎面目全非 乌克兰官方宣称攻击至少造成三死五十二伤 乌克兰总统泽勒斯基再次痛批俄罗斯是恐怖分子 只有一专会,夏天 致槍打击 reinst规 gras そして命练乎 有人紧干,瑞克末 sono answers 都能遇上空 這11層級別人 一個地方都會學習 他們學習大部分 他們學習大部分 學校畢業典禮同樣都得 在地下防空兜禮舉辦 不過這群烏克蘭畢業生 沒有被俄軍嚇跑 他們在烏克蘭國旗上留下簽名 希望能送到前線激勵官兵 TVBS新聞 綜合報導 其實在過去幾個月 俄烏兩國的策略 就是攻打對方的能源設施 特別是基礎能源設施 但是現在烏克蘭的核電廠 現在被俄羅斯佔領 也被烏克蘭攻擊 我們說的就是 扎波羅捷核電廠 而且攻擊的地方 是當中只有幾公里外的一個城鎮 叫做安赫德 而在這一次的無人機攻擊事件當中 也要造成他們的便電所 一個被摧毀了一個受損 不過電廠官員就說了 還好這一次的核電廠 是沒有受到軍事行動影響 但是距離這麼近 而且也是無人機攻擊 也讓大家非常擔心說 會不會有可能導致這個核外洩 或是其他的更進一步的核傷害呢 俄羅斯的這個外交部發言人 就譴責了這個澤倫斯基說 你這樣的動作就是對於核安的末世 尤其我們剛說的這個核電廠 是歐洲最大的核電廠 有六座的反應爐 而且呢其實雙方也在過去 頻頻的互控說 你都罔顧這個核電廠的周邊安全 雖然說這個廠是並沒有發電的 但是雙方還是透過這樣的軍事行動 還有這樣的原語來互相攻擊 烏克蘭在沃爾昌斯克的反攻行動 傳出捷報 綜合外電及前線傳回來的消息指出 進入城區的烏克蘭部隊 在和俄軍北方戰術集團 展開激烈巷戰的同時 另一支戰鬥單位 則是在距離市中心東方 大約六公里之外的季賀 以側意突破的方式進入地獲一村 烏克蘭軍方高層透露 部隊已經控制住這裡 除了開始鞏固此地的防線之外 烏軍也繼續擴大戰線 同時擊退多支俄羅斯守軍 掌握季賀的控制權 以目前的情況來看 基本取得戰役的成功 來自烏克蘭的消息也表示 目前部隊正在此地 集結更多兵力和彈藥物資 算是哈爾科夫反擊戰以來 烏軍取得的一次重要戰果 多位軍事觀察家分析 烏軍只要在季賀站穩腳跟 將為俄軍北方集團指揮官拉平 在沃爾昌斯克東義防線帶來一大威脅 儘管這是哈爾科夫反擊戰以來 烏克蘭少有的一次勝利 不過專家表示 因為俄軍北方戰術集團 大多是由新兵組成 比起烏克蘭戰鬥經驗豐富的主戰部隊來說 丟掉據點應該是在俄軍的意料之中 儘管拉平手裡面還有精銳的車程部隊 及前瓦格納傭兵 不過這兩支擅長向戰的部隊 正在城區內和烏軍近距離交戰 難以抽身前往季賀支援 如果拉平想要奪回這個地區 最快也最直接的辦法 就是把部署在後方的主力部隊拉上前線 而不是繼續派新兵作戰 如果不做出改變 對俄軍戰局的發展很有可能會變成一場災難性的挫敗 儘管烏克蘭部隊在季賀取得一次不小的戰果 然而西方軍事專家也不忘提醒前線的作戰單位 還是要特別留意俄軍的戰術變化 不排除拉平是在季賀設計的一個陷阱 特意將戰力還不成型的新兵當成誘餌 吸引烏克蘭部隊深入推進 等獵物自投羅網再以空用戰力和無人機 投擲滑翔炸彈和殺傷性武器 對烏軍精銳部隊發動一場大規模的轟炸 來個毫不留情的一鍋端 藉以削弱烏軍在沃爾昌斯克的能量 並把地面部隊部署在戰線外圍 趁機掃蕩後撤的烏軍殘部 重創部隊士氣 另一個瘋火龍天的戰場 當屬對內斯克戰線的軍事進展 現在這裡幾乎成為俄烏兩軍交戰熱區 遠然是雙方的主戰場 在這裡防守的烏軍 為了支援北方哈爾斯克的本地戰 大多都被抽掉了部分單位 整體防線的戰力多少也受到影響 負責這條戰線的俄羅斯中部軍區指揮官 把戰鬥節奏掌握得恰如其分 當兩軍實力相近的時候 就以蚕食方式慢慢向前推進 等到烏軍被抽掉部分單位 防守實力略遜一籌的時候 就派出空天軍及援火部隊狂轟濫炸 強行壓制守軍的反擊能量 再觸動機動性強的突擊隊 快速撕開防線不斷攻城越地 據稱俄軍第55山地旅 占領新波克羅夫斯克之後 又把目標鎖定下一個據點 諾沃賽里夫卡佩爾沙 而且加快的推進速度 另外也有消息指出 第15摩木旅號稱已經打下索克爾 目前有意繽紛兩路 分別攻擊南面的沃斯獲得 及北面的葉夫根諾夫卡 絲毫不給烏軍任何喘息的機會 根據西方軍事情報的資料研判 俄軍在此加快腳步有兩個目的 第一是趁著烏軍東線防禦博弱之際 盡可能壓縮守備部隊的空間 並且切斷惡巨點的重要攻擊線 讓烏軍得不到即時又有效的支援 其次是在烏軍還沒接收西方先進戰機 尤其是F16之前 率先為下級攻勢取得 紅軍村的戰略目標打好基礎 一旦佔領這座交通運輸和軍需供應中心 即便烏克蘭獲得了F16 也無法在戰場上發揮百分百的戰力 尤其俄軍還公布了一段作戰畫面 顯示俄軍防空及援火部隊 正在有計劃地破壞烏克蘭的軍用機場 不但摧毀或擊傷多架 烏克蘭米格29級蘇27等現役軍機之外 就連為數不多的米8直升機也不放過 只要攤壞了烏克蘭的重要軍用機場 西方援助的F16就將無法部署在前線 而是要從更遠的基地起飛 那麼對地面部隊及空防的保護 將會大打折扣 再來我們要持續來看到 是俄羅斯的境內 竟然是遭到了恐怖攻擊 又再次發生了 但是這是在最暖南端的地方 叫做達吉斯坦共和國 在這一次的恐怖攻擊事件當中 至少造成了15名的員警 兩位民眾跟5名槍手 總共造成了22人死亡 當中也有神職人員是受到了傷亡 但這一次主要接頭的恐怖攻擊 可以說是多點發生 包括瞄準的是東正教的教堂 猶太教的教堂 警察局 現在也都是變成攻擊的目標 但或許你對這個地方有點陌生 達吉斯坦共和國 它隸屬在俄羅斯的聯邦 最早信仰的是伊斯蘭教 裡頭長期都有種族跟宗教的問題 長年的局勢也都是非常動盪的 不過在這個地方爆發了恐怖攻擊 最生氣的是誰 竟然是普清 而且他的矛頭是不是指錯人了呢 因為他指責美國跟烏克蘭 掀起俄羅斯境內的動盪 主要他認為說 在這個地方會發生恐怖攻擊 這兩個國家美國跟烏克蘭絕對要負責 大街上槍聲四起 黑衣人不斷朝著目標開槍 同一時間當地還有教堂被縱火 從目擊者拍攝的影片可以看到 火勢猛烈濃煙竄天 而且夾雜著槍響 當地警方趕赴現場 立刻和黑衣人激烈駁火 這是發生在俄羅斯西南部達吉斯坦共和國的 大規模攻擊事件 周日下午6點左右 當地的馬哈卡其拉市 與相隔120公里的德本市 共有兩座東正教教堂 一座猶太教堂 一個警察站同時遭到攻擊 造成多人傷亡 在馬哈奇卡拉 有19位神父將門反鎖成功躲避槍擊 美國CNN電視台找來國際安全專家 初步研判這可能是場恐怖攻擊 當地警方甚至懷疑 這起事件與今年3月發生的 莫斯科音樂廳恐攻有關 因為當時的歹徒就來自達吉斯坦 至於埃西斯坦攻擊俄羅斯的原因 主要是俄羅斯長期支持敘利亞總統阿塞德 來對抗ISIS 專家認為 儘管目前沒有組織出面承認犯案 但是這次的攻擊行動 可能與伊斯蘭極端組織高度相關 TBS新聞綜合報導